每個喜歡打扮的人 一定都會希望入手一個精品包 像是LV GUJI DIOR 享受一下 那前衛的設計 以及優雅的質感 但是 好貴 真的好貴 嗨 嗨大家好我是Kevin 作為一個喜歡穿搭 熱愛搭配 的這個人 我也是像各位一樣 因為我非常非常多的包包 有 很多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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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對 搬來到現在還沒拿出來 好 很亂 好 先不看 那其實這麼多包款裡面呢 種類 風格 基本上蠻多都是充足的 但就如同各位喜歡 呃 穿搭的朋友一樣 在這幾年的這個 渲染下 我也慢慢的 被精品 的這個包包 給燒到了 但就如同剛跟大家說的一樣 好貴 嗨 真的好貴 動輒 五六萬 甚至 八萬 九萬 十萬 雖然說現在已經有賺錢了 但是這個價錢 對目前的我來說 還是有一點點太貴 但我就想了一下 任何東西都有基本款 都有入門款 精品包應該也是一樣吧 最後終於 讓我在最近發現了 Burberry所推出的 腰包 然後 這個Logo呢 就是他們新的Monogram 其實這個Monogram 他們在去年 Burberry就已經推出了 就是一個 新的樣子 因為大家可能對 Burberry的印象都是早期那個 大風衣嘛 然後裡面會有那種格紋的圖案 但他們在去年呢 做了一個大改革 由他們的創意總監 Ricardo Tichy 以及英國的平面設計師 Peter Sevelle 為了紀念這個 Thomas Burberry 所做的一個全新的Monogram 但其實 當時的Monogram 推出的時候啊 那個形態 我個人是沒有這麼喜歡的 就是不太合我的胃口 但他們這一次呢 重新推出了 改版過的Monogram 我覺得看起來 很可以啊 那除了有 卡其色之外啊 他們還有 藍色 藍橘色 之類的 那我個人其實比較喜歡的是 卡其的款式 但 他當時我看到的時候啊 他已經沒貨了 我想說 沒關係 沒貨了 會補貨嘛 我就等 然後想說 如果真的不行 等不到補貨 我就 就買一下 另一個 我喜歡的顏色 藍色 也是 OK的 那就在我 等了 兩週 想要看一下 卡其會補貨的時候呢 啊 還是沒有補 然後藍色 也賣完了 好啦 算了 省錢也是不錯 但俗話說的好 上帝 關上你的荷包 就會刮一個洞 某個週末的午後 正當我跟朋友 在心理區閒況時 赫然發現 跟架上 竟然放著 同款 腰包 而且還是 我最愛的顏色 好 是的 這一顆呢 就是我人生的 第一個 精品包 那這個包款呢 剛剛前面也有說 就是他們 新的 Burberry的這個Logo 在去年剛推出的時候 其實那個輪廓跟那個顏色 在我看來會有 一點點 土豪 就是質感啊 跟以往 它格紋的樣子 比起來 差滿多的 就是我個人沒有那麼喜歡 但他們這一次呢 把 它那個Logo 改成了 這個顏色之後啊 它不單單只有顏色 它其實在上面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很多的細節 包括一些塗鴉的線啊 以及這些 塗鴉的痕跡 我覺得就可以把 Burberry的這個滿版Logo呢 變得比較富有 塗鴉性 以及比較接頭感 因為它其實滿版的圖外啊 本身就會比較帶有接頭 然後 潮流的感覺 但它原本那種 很乾淨的 字體 然後配上那個花 我就覺得 有一點點要接頭 又不接頭 可能真的做一半的感覺 我個人比較沒那麼喜歡 然後再來就是啊 很多人可能購買第一個 精品包 都會選擇黑色 比較好搭配 也比較 不怕髒 但這一款呢 它是藍色嘛 首先 它是使用了塑膠的皮 所以在保養上 也相對比較容易一些 再來就是啊 雖然說 這個藍色乍看之下 好像是一個 沒那麼好搭配的顏色 但是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蠻喜歡搭配一些有的 沒的顏色 然後我自己又非常喜歡 Tiffany綠 跟藍色這兩個顏色 還有紫色 那這三個顏色呢 其實跟這個藍啊 都是可以搭在一起的 所以我覺得 以這一顆包來做我的搭配啊 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它整體來說呢 就是有了 背面的拉鍊 然後 裡面比較小 可以放一些 口罩啊 或是衛生紙 之類的東西 那正面呢 打開就是一個 很大的 置物空間 然後夾層的話 裡面只有附了 一個 大家看不到 裡面就是只有附了 一個夾層 這顆 就是我人生 第一個金品包 好貴 但 我覺得金品包這東西 它的價錢 就不可以 該以這些品質來衡量 還有品牌 備用的歷史啊 以及種種的東西 總之我覺得 喜歡 那你經濟能力上 可以附和 入手一個自己喜歡的包包 然後搭配 也算是一個 蠻不錯的 自我犒賞啦 那難得入手了一個 Burberry的包包呢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 來給它 搭配一下 那這次呢 我要準備了 三套穿搭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來 看一下吧 不得不說啦 實際入手了 第一款金品包 以及搭配它之後 真的可以感受到 就是金品包的魅力 以及它在搭配上 那個加分的作用啦 那我相信 這也是非常多人 想要入手一款 精品來作為 自己搭配的亮點 那一樣 在這邊呢 我還是要 呼籲各位 理性 消費 可能會有蠻多人 即便是學生喔 都一樣 可能會 急於想要用一個名牌包 或是一個炒牌 你就 餐餐都不吃 或是吃得很隨便 然後生活都過得很結局 就是為了有一個 包包 可以穿出去 那我覺得 這樣就有一點點 太本末導致 有點太虛榮心了 我覺得 金品呢 它不然可以幫我們搭配加分 但搭配的好處跟樂趣 就是在於說 我們可以用很平價的東西 也可以打出一個好看的搭配 確實 精品跟潮牌的設計 可以更加分 但我覺得 當你在經濟能力上 OK 你買了這個包 或是你買了那個潮牌 你並不會覺得生活過得很痛苦的話 那那個時候我覺得 買一個包包給自己 才會是一個比較 恰當的時機啦 想入手名牌包 想買精品 我覺得不是壞事 不用覺得說自己這樣很虛榮 因為每個人 其實都會有一個目標嘛 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呢 買最好的東西給自己 我覺得那才是 比較合適啦 就是 再次呼籲各位 理性消費 好 理性消費 好啦 希望小朋友喜歡啦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IG 然後小鈴鐺 這邊 請點個新影片 今天就這樣 我是Kevin 我們 下次見 下次見